為了要防止居家檢疫或是隔離者落落跑 那麼警方是加強了巡邏勤務 新北市三峽就有名鑰匙 他們認為警方在第一線執勤風險很大 就擔心袁警口罩不夠用 特別是買了100片的口罩送到了警局 那麼當時這一名為善不遇人的鑰匙 匆匆發下口罩之後 又急忙回到鑰匙來服務民眾 也讓袁警感到相當窩心 穿著白袍的鑰匙 右手提著紙袋 急急忙忙地跑到警局值班台 執勤的袁警見狀 馬上站起來了解狀況 經過一番溝通才知道 原來鑰匙不是來報案 而是來送口罩的 他就說要給我們分局使用這樣子 那就是他離開之後 我才把他打開 結果怎麼是口罩這樣子 就是我還滿驚訝的 然後也覺得就是很窩心這樣子 事情發生在14號上午9點 原來是當地鑰匙防疫期間 常看到警方巡邏風險很大 同樣身為第一線的抗疫戰士 就買下了100片口罩支援 暖心舉動讓警方相當感動 分局就是都會有那個發口罩給同人做使用這樣 那當時就是那個民眾也是說 沒有關係就是反正就是越多越好這樣 那希望我們同人都可以健康這樣 才可以守護大家這樣子 十分感謝各位民眾 為善不育而知的善舉 本分局將尊潔使用 發揮每片口罩的價值 兩名值班警華對於藥師的善舉 都感到受寵若驚 從畫面上也看得出來 藥師送完口罩後 沒有多餘時間停留 就重返崗位奮鬥 熱心的台灣精神表露無遺 這也是美式綜合報導